原标题 见不得光的事情,也在悄悄改编着历史。这个人名叫霍仲如,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,当时他正在公主府当差,和一名公主府的小丫鬟发生一夜情,玩是拍拍屁股走了,也没怎么当回事,一走了之,可是不久就传来了这个小丫鬟怀孕的消息,霍仲如并不愿意对这对母子负责, 于是,又娶了一位妻子成家,这位小丫鬟名叫魏少爷儿,第二年的时候,这个小丫鬟生了一个儿子,娶名叫霍仲宾,这个家伙一定没有想到,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,却给汉武帝刘彻创造了一位好帮手,长大后的霍仲宾官至大司马彪习将军,败坏君侯,池里哪能包得住火,长大后的霍仲宾, 最终还是还是从母亲那里知道了自己的亲身,父亲是谁,霍仲宾于是,就专门赶到平阳去见霍仲如,霍仲如得知消息后,吓得半死,以为霍仲宾是来找他这个不负责任的老子兴师问罪来了, 没想到的,是霍仲宾并不仅没有怪罪,见了他后,直接跪在地上就叫爹,还给他买房买地,要尽笑道,霍仲如又羞又残,无地自容,于是说,老臣得托将军,此天丽也,霍仲宾不仅孝顺他父亲,对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也很不错, 回长安的时候,把自己的弟弟霍光也带了回去,悉心教导,希望弟弟成才,霍光也确实没有让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失望,他勤奋好学,十几岁就开始做官,再加上各个的原因,很快就得到了汉武帝的其中,在汉武帝临死的时候,指定霍光成为汉昭帝刘福明的监护人,可惜的是汉昭帝没当几年, 皇帝就死了,后来大权材卧的霍光,就立汉武帝的孙子昌一王刘鹤为皇帝,可惜的是霍光选了这个继承人,堪称龙,钟外类,在位二十七天,就坏事做尽,霍光恼羞成诺,一气之下,就废了刘鹤,立刘并己为新的皇帝,就是后来的汉宣帝,霍光见刘并已表现不错,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, 后来成为汉宣帝的第二任皇后,帝王之位都有霍光一言而诀,可见,霍光的权力达到了什么程度,霍光活着的时候,大权在握,汉宣帝确实不敢把他怎么样,但是他死后,失去保护伞的霍家状况,却急剧下降。 公元前六十八年,霍光去世,汉宣帝刘并己决定清算霍家,先是有人告发霍光的夫人,为了让女儿当上皇后,毒死了他的第一人皇后许皇后,后来又有人说,霍光曾经密谋造反,在众多证据的面前,霍家根本无力辩驳 霍光之子霍宇被判夭斩,霍云,霍山自杀,霍光女儿被废,十二年后自杀,霍家所有男丁全部被杀,不仅如此,此事还牵连数千家人被灭阻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